每個人的手上的那一份獎益 第一個,我應該上面會是寫過去經營事 因為我們第四課在上的就是過去經營事 那過去經營事跟過去簡單事有什麼不一樣 第一個,過去經營事它是表達過去的某一個時間點 所以關鍵字是過去一個時間點 可是它強調是正在經營 為什麼?第一個,因為進行就要加什麼? Ing 可是有Ing,你前面就必須要有B動詞 對不對?只是過去的B動詞是誰? was跟word 所以整個的句型就會變成wasword加上Vng 仔細的喔,過去進行事我們猜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過去,所以就是wasword 一個是進行,所以我們加ng 好,那下面第一題,我那個時候正在煮飯 句子的順序叫主動手提師 所以我們的B動詞呢,就是was跟word 也就只有這個了,用過去嘛 沒有有B,沒有SMR 好,所以第一個,主詞 愛,動詞,was,cooking,受得 有嗎?沒有就算啊,地方 沒有,時間 對,所以句子基本款一定就只要有主詞動詞就好了 所以整個句子,如果你覺得是晚餐,你就要晚餐 沒有也沒關係 所以Deaner這個字是可以括號的 要記得喔,有B動詞 要was,要ng 好,第二題,他7點,他昨天7點的時候正在看電視 就是再一次,主詞是誰? 以動詞 was watching 受格 體力 地方 沒有就算了,時間 對,那因為昨天7點 我們時間的數據是由小到大 所以是at7 yesterday 沒有,沒有,那就不用,那就at7 那把我讀yesterday上去好了 因為不然這樣看不出它是一個過去的時間點 昨天7點 不然我們7點 對不起,昨天 等我一下喔 第一次先到我忘了確定 好 沒問題 再來第二個 將門王 再來第二個 可是現在簡單是 我們目前為止好,學了四個 所以把你們從以前到現在學過的實態 我整理成四個框框 你們的講義上是四個框框 可是我的四個框框 我在PPT上是一頁一頁一頁 你可以一直看著右下角那個圖 那個圖 那個圖 我都沒有變 我接下來的四張PPT都長這樣 都是右下角一個人 然後黑黑的一個圈圈 都是這個人 然後唯一不一樣在哪裡? 在我的動詞 紅色的部分 所以來,第一個 現在簡單是 幫我把這個簡單 我上面只有幫你寫現在是 你幫我改成現在簡單是 所謂的現在簡單是呢 其實它動詞表示常態 什麼叫常態? 三個東西 一 事實 而且喔 這就是你們講義高分有沒有高分的原因了 第一個事實 第二個 不變的真理 第三個 習慣 通常是你每天啊 固定的習慣 一 事實 二 變的真理 三 習慣 這個叫常態 所以呢 通常都是現在簡單是 那現在簡單是呢 就回歸到我們以前上課一直提醒你 等一個人 做動作 找超人 對不對? 所以第三人稱 一個人 做動作 因為一個人是單數嘛 所以的動詞 那通常呢 你們如果看文法書 他都會跟你講三單線 三單線 不是臉上三條線喔 是三單線 欸對啦 也是三條單 一條一條的線 這個呢 就是回歸到一個人 做動作 找超人 所以呢 你的動詞就會有s啦 es啦 yes啦 那我們看到哪些關鍵字 我們就必須要用動詞加s 第一個 every 加時間 所以你有everyday everymiday everyyear everymonthday everynight 第二個 可能是一加 年月四季早中邦 這個我就沒辦法幫你寫我格子不夠 我能寫我就幫你寫 一接 年月四季早中邦 可是呢 早上 中午 跟傍晚 沒有日喔 所以年月四季 早上中午傍晚 早中邦 一樣提醒你 不是骨頭幫 不是竹簾幫 那這個幫呢 是傍晚的幫 所以是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跟 in the evening 第二個 暗接 星期 日期 還有節日 星期 日期 還有節日 也就是特定的時間 那in 接的是長的時間 at的話呢 接的就會是多的時間 所以短的時間 第一個 幾點幾分 第二個 at noon 正中午12點 那個 noon 第三個 at night 第四個 比這個晚上還要再晚的 還有什麼 midnight 沒錯 那 midnight過晚之後 就快天亮了 所以我們的半夜 叫 midnight 可是快天亮 還有另外一個字 叫 don't d a w n 所以它一律 都是at 我還是把你們全部寫完了 at don't at noon at night at midnight at midnight 好 所以第一個句子 你仔細看喔 這個呢 因為 every 所以 我的動詞 加的是一個 s 是因為 就是它每天的 希望 好啦 這是第一個圖片喔 再來就可以看第二個圖片 其實乍看之下 是一樣的 好啦 第二個圖片 一樣是這個人 可是我的第二個框框 是現在 進行式 再提醒一次 進行式一定是動詞加什麼 ing ok喔 所以第一個 它表示正在發生的動作 就當下正在發生的動作 可是你有ing 前面就一定要有b動詞 對 因為動詞加了ing 它再也不是動詞了 所以你需要有一個b動詞出來方法 所以就itsmr 加上ing 好 那再來 那我們看到哪些字 要找動詞 itsmr ing的 第一個當然 now 或者是right now 再來 類似的一些關鍵字 它就不會再句尾 它可能在前面 look listen watch 這一種 然後這個的話呢 你們第一側有學過 there is there are 加 ving 是因為一個概念 句子絕對不能犯什麼錯 shall be 對不對 不能b動詞 所以前面有意思 當然我後面動詞 就只有做變化 就加ing 所以這一種的句型呢 我們通常會用現在進行式的特色 一定是第一個當下 然後它正在發生 這叫現在進行式 所以這個圖片一樣是這個圖片 可是我剛剛為什麼是加s 是因為它是這裡 我回來上一了 我先回來上一了一下 在這裡 因為它是everyday 它是every的關係 好 第二個圖片 怎麼知道它是要加ing的 英文哪一個字 look look 沒有意思喔 就look 這是一個命令句 起始句 要求命令 所以你會叫它看 一定是看它正在做什麼 好 這是第二個圖片 再來說換第三種 是我們第一課學到的 叫過去 簡單式 什麼叫過去簡單式 第一個 一定是過去某個時間的動作 所以第一個動詞加1b 可是這個是基本款 那如果是不規則的怎麼辦 被多分啊 被越多增越高啊 所以這個我沒有辦法跟你講 一定就是能 但部分還是加1b 所以我們的動詞呢 第一個 看到哪些關鍵字要加1b 第一個last 所以去年 last year 去年秋天 不要last year autumn 就last autumn 就好了 第二個 yesterday 第三個go 第四個before 第五個just 或是just now just now 剛剛 它的中文意思就是剛剛 所以看到這些關鍵字呢 不要忘記 它分詞 一定但不分成加1b 除非它不規則 不規則你就會變化 所以像這一題一樣是這個圖片 可是我剛剛的動詞又改成第三個樣子了 因為哪一個字知道它必須變成took yesterday 發現嗎 所以就變成這樣 好了喔 再來第四個 將過去經營室 就是我們這顆在學到的東西 還是這個圖片 可是你會發現不一樣了 第一個表示 第一個過去 某個明確的時間 所謂的明確的時間 所謂的明確時間就是幾點幾分 幾點幾分 所以它的動詞一樣 因為你進行室要有ing 可是因為它是過去 所以它就會變成過去式的一動詞 就要把sword 那看到哪些字一定要過去經營室 來第一個叫做land land的意思是什麼 當時沒錯 第二個land呢就等於at that time 可是第三種是at加幾點幾分 只是它通常後面還會多一個過去的時間 譬如說昨天的法典 它昨天的法典 它已經是正在做什麼 所以你會發現這一題 一樣是這個圖片 為什麼我不會加s 為什麼我不加ed 而是用was ing 哪一個原因 哪一個關鍵字 land 因為land這個字的關係 所以我提醒你那個當時 那因為那個當時 你就要記得urng 這是目前為止 我們學的四個示範 我是剛好順便在做複習 好看喔 好 再來我們就看這裡 要試試看了 來第一個 在過去經營室裡面的副詞裡面 我們要寫的一定是一個過去的明確時間點 抄上去喔 過去明確的時間點 所以通常它搭配的就會是幾點幾分 只是我會跟你特別講說 喔 這個幾天幾分可能是昨天 可能是上個禮拜 可能是前幾天 可是通常它都會很明確的一個小時間給你 因為你才有辦法判斷 當時它正在做什麼 可是有些動詞呢 它不能加ing 就像我跟你講 你有爸爸就有爸爸 你有一個好爸爸 就有一個好爸爸 我正在有一個好爸爸 所以有些動詞不能加ng 就是不會用進行式的 類似的用什麼 來第一個like 第二個喊翻成有 那你說有啊 明明看會喊加ng啊 對 它可以加ng 可是它是有嗎 是 或是 對 第三個是find 這個字找到就找到 我會一直正在找到 所以你說有啊 我正在找我的鑰匙怎麼辦 就不用這個字 請問look for 對 就是正在找 可是find這個字是一個瞬間的動作 你找到就找到 沒找到就沒找到 第四個叫做arrive 你到達就到達 不會一直到達 一直到達 正在到達 沒有 那這種呢有個特色 它都是瞬間的 類似的 還很多 我們到時候再來寫 好來 再來這幾題呢 要請你拿螢光筆出來 我們要開始學真話 重點了 來第一個 因為哪一個關鍵是 我們才有辦法判斷它的答案 對 第一題請你圈look 先用螢光筆 第二題選什麼 被騙了 對了 是now yesterday morning 還有 yesterday morning可能還不夠 對啊 at night yesterday morning 對不對 因為有過去的明確時間點 所以第一題的答案 應該是 ready rease 還是rean 就好了 剛剛講啦 你可以往上一頁看啦 也不上一頁啦 你們的這個獎勵的上面 有看到look 先判斷 它出現在哪一格裡面 現在 進行式 所以既然是現在進行式 所以我們應該是 is reading 對 而且你有暗訊還不夠 有暗訊前面還有一個文字 第二題 因為你們剛剛覺得now 那就是它的一個事實 一個習慣 那習慣就要記住 它是屬於我們四個框框的 左上 右上 左下 右下 哪一個 左上 大家現在簡單的事 就回覆到一個人 做中作 找 超人 所以你會發現它加S了 有發現嗎 所以一個人 做中作 超人 可是第三題呢 因為昨天早上的9點 這是過去的一個很明確的時間點 這個要用 這四個框框的哪一個 右下 過去進行式 所以就用what's talking what's talking ok咯 好 那再來我們就要聽到 因為畢竟這一刻在上過去進行式嘛 所以過去進行式的疑問句 來 第一種 過去 所以what's work 進行 一定是IG 那其實這個在我們的第一次 我在教你們上那個火車頭司機乘客 我就有跟你學過 IsM-R was work 都是司機 所以司機搬到前面去 就是疑問句 所以這種用法呢 就記住它跟IsM-R的用法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把過去勢必動詞打叉叉 你的講義上面我是寫過去勢必動詞 請你打叉叉 因為它只有兩個答案 也沒有點點點 哪兩個 what's the word 寫上去 what's the word 寫上去 好 那我們來看這一題 那個 就是叔叔啊 那個時候正在睡覺 然後請你把它變成影音問句 或者是wh問句 所以第一個 英文sleeping 英文sleeping 這是一個動作 而且我化現了 那化現可不可以再出現 不行 所以你要找哪一個字 doing 還有 what 沒錯 what 因為動作 所以第一個字 我給你的WH 要給問你的是哪一個 因為它是動作 所以第一個是what 第二個是doing 所以整個句子就變成what what's uncle george doing that 那沒化到的都要操容 我會給你一個找個句 我只要問你是哪一個找個句而已 因為照顏問句嘛 那一個動作 所以我就是what 人品就是物 地點就是where OK了嗎 好 再來下面第二個 那我如果也要變成疑問句 那疑問句我剛剛講啦 它就是我們說的過去式的司機 所以司機我只要搬到前面去 他就是疑問句 所以第一個Neo那時候正在打瞌睡 打瞌睡的那個片語叫 don't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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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個句子就變成 或者是你要講打瞌睡 還有一個就是睡覺 你在在休息 叫take a nap 所以叫做 Neo was taking a nap 那個nap通號其實就是 午休小睡片刻啦 你打瞌睡也是小睡片刻的意思 好 他們試試看喔 怎麼把它變成疑問句 誰搬句前面 有司機嘛 對 所以就wasi 然後開始沒有抄的 都抄上去 那我們今天你抄這個片語是因為dose off 它其實就是動部 動部 動部有點像的意思 所以wasi Neo taking a nap at that time 當然你可以寫wasi Neo dosing off at that time 那第一個原本的句子就要改成doso 好 第一頁跟上了嗎 跟上了嗎 跟上了嗎 就看第二頁囉 你們的第二頁了 我是下一頁就好了 好 第二頁來試試看 這兩題呢 因為呢 我要你問號 什麼叫問號 問號的意思是什麼 造原文句還是敢移文句 趕 造原文句喔 敢移文句喔 到底是什麼 敢移文句因為yes嘛 yes no嘛 對不對 所以整個句子就變成 試試看吧 was mom 大寫小寫 對 因為沒有mine的時候 mine就是自己的媽媽 所以was mom 然後呢 preparing 所以你看喔 你沒有一個字漏掉喔 你一個字一個字一個字 一個蘿蔔一個坑 冠冠地抄下來 抄完之後只要記得一個關鍵詞 過號 就對了 好 第二句 要造原文句的原因是因為我畫的動作 跟剛剛一樣 我畫的動作 我就必須用哪一個材料去 蛤 what 所以叫what wer lay 可是因為你的mg還是要提醒人家 所以這個原本的mg就會變成哪一個字了 do it 好 剩下沒畫到的都抄 記得喔 都要抄喔 沒畫到線都要乖乖抄上去 來看他 正都好去 好 下一個囉 那再來過去進行室的b動詞的疑問句跟答句 這個跟e-same-r一樣 反正呢 因為他要回答yes no 所以第一個在這個地方 欸對不起 好不好 這裡 因為你要把sword加上g 所以這樣子吧 不好 因為他也是司機 一樣 有找到路就yes 繼續火車繼續開嘛 火車頭司機乘客 一直走 沒找到路就買什麼 地圖嘛 所以地圖在這兒啊 一樣放司機後面 所以他其實是過去式的司機 不是e-same-r那個現在式的司機 好來第一題 你有那個時候正在打瞌睡啊 沒有呢 他是在準備晚餐 你如果有辦法邊打瞌睡邊準備晚餐就厲害了 邊打瞌睡嘛 邊把屁的手牽下去加菜 擋肉 就是這樣 所以第一句 他正在打瞌睡嗎 叫做 was near 那打瞌睡里面上也有 dosing all 對 可以你用dosing all 或者是 taking a nap at that time 好來 不是呢 他不是 叫no he wasn't 我給你的是no 那就是no在這兒 no he wasn't yes就是 he was no 就是he wasn't 那記住 原本是司機去問路 你當然就司機回來 這個跟你們以前學的都沒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也一樣 沒找到路 就是買地圖 這個一模模一樣一樣 只是過去式的司機 不是e-same-r這樣而已 好 來不記得回去看影片嘿 好 再來第二個 要你肯定檢答 還記得看到檢答兩個字 關鍵字的七個字嗎 檢答 要用代名詞 好 那代名詞是誰 累 對了 那就沒得講 那原本句只是word 當然 司機中斷剛回來 所以也沒word 第二個 要求你照否定 否定 可是是想答 所以你一個否定叫做 no 想答 請你用writing a letter 來寫 所以你可以先檢答 no he wasn't 再想答 he was writing a letter 你可以音樂先檢答再想答吧 不然乾脆就是no he was writing a letter 就好了 關上了嗎 好的 好 那因為過去進行式對我來講 其實不難 它難是難在有一個連接詞 叫做會 因為會這個字有點麻煩 看清楚我的標題 它連結了過去進行式 所以就是was 加什麼 ig 跟過去簡單式 什麼叫過去簡單式 動詞加ed 所以這跟你們之前學的會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我們都會講前面ng 後面ng 前面ed後面ed 前面s後面s 前面是形容詞後面形容詞 這一刻開始 你要看到web的時候 要注意 要小心 因為呢 was word加ing 它是持續比較有的動作 就是它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的動作 而且早就已經在做的動作 另外一個呢 加ed的是瞬間的動作 瞬間 它沒有辦法加ng 因為它就是能一下下 它沒有辦法一直正在進行的 所以要寫紅色的字 紅色的字 要寫上去 你懶得寫 就是過去進行式寫長 過去簡單式 你寫短 這樣子就好了 好 然後再來你的螢光筆自己的話 會後面引導個過去式的功能 就跟那個alertime f7點幾分 lent一樣 它都是表達過去的一個明確時間點 換起來 明確時間點 明確的時間點 可是第二個句型呢 它是主詞加p動詞加ing 可是這個時候會有會的 那會呢 你要這樣的話 一個是ing 一個是ing 欸 其實太不一致了 再提醒一次 哪一個是瞬間的 ed的 ing的是長時間的 沒錯 所以過去進行式加會 加過去簡單式有沒有 這裡有個進行式 有個簡單式 如果你要改成問句的時候 這題很重要 很重要 我呢 跟過去進行式的疑問句相同 必須用主要字句 好 來囉 螢光筆 什麼叫做主要字句 畫一下 主要字句就是 不是會的那一個 這個叫主要字句 主要喔 那整個括號 混後面的 混後面的喔 有時候因為它混可以搬到句首 所以你要有概念 混搭配的那個後面的句子 這個叫 重屬字句 副屬的 它不是最主要的 副屬會寫嗎 副屬 我寫簡字耶 副屬或者是從屬字句 因為很多的那個文法都寫從屬連接詞啦 或者是副屬連接詞啦 從屬字句啦都可以 副屬 那既然它副屬嘛 可有可無 就不要管 所以你的疑問句 以主要字句為主 也就是要what the word 放上去首句 好不好 這樣叫主要字句喔 所以我的主要字句是誰 不是會的那個 會後面那個不是主要的 會的前面那個才是條件 會的接的那個是條件 會的前面那個叫主要字句 好來試試看 不知道要講什麼沒關係 來看這句 當Judy的媽媽進來的時候 Judy正在洗澡 請問你哪一個是持續比較久 正在洗澡這件事 早就在洗了 對不對 所以進來這個是短時間 短時間加ED還是加NG ED 所以這裡 正在洗澡是比較久的 所以我們加IG 有看到嗎 所給你的答案 就變成正在洗澡比較久 所以加NG 進來是瞬間的 所以我們加ED 可是問題來了 請問用ED開頭 還是往開頭 哪一個是主要字句 正在洗澡 對這個叫主要字句 問後面的叫做成熟 可有可無的那一種 所以整個句句就變成 Was Julie taking a bath When her mother can be 問號 這句句 記得喔 不是記得喔 因為記得那個是重熟 又可無的那一種 When her mother can be 這叫重熟這句 複熟的 就有個講義 等一下給我看 那邊疑問句的時候 怎麼幹 怎麼問她 她是正在洗澡 我們剛剛講的啊 我們要做不管疑問句還是原問句 我們都必須從主要字句 來做變化 對不對 所以主要字句是誰 Julie was checking out 對不對 所以怎麼變 問你說啊 那個她媽媽正在進來 她媽媽進來的時候 應該是Julie 正在做什麼 對不對 我們這樣不問吧 所以就變成 What was Julie doing 我們從這個句子去做變化 What was Julie doing When her mother 所以從頭到尾 你會發現那個混 那個條件好 不動 照抄就好 混 後面的動不動 混 後面動不動 不是前面喔 所以來 John was checking email When Mary called 哪一個是條件 對不起 這個我先請你們先畫好 來 Primary code 這個叫從屬 或者是條件 部屬的 所以呢 我們基本上要改的 要做變化的 一律都是前面的主要字句 所以就要變成 What was 應該是換這個了 這樣子吧 畫線的是她 因為我們要 不管是造原文句 還是改原文句 都是要從主要字句嘛 那我請你們刮號 是刮號的東西 是條件 所以不要動 複屬 複屬的就抄上去就好了 So what was John doing Mary code 好 再來第2個 Sandy was making the bed 什麼叫making the bed 呼籠 會不會像你們早上一起來 跳出來 棉被一踢 然後地上有兩個洞 腳伸進去 褲子一拉 他就出門了 棉被還是在那裡 然後他還是一個凹洞在那邊 晚上回來 腳在神經區裡 床上了他兩個洞 然後拉起來繼續睡 因為你都不會make a bed 你不會補床 你也不會折典被 這個叫make a bed OK嗎 所以 I entered the room 就早上八點 應該是早上八點 不會晚上八點 因為空床 不會晚上要睡覺 還沒折免被規外 一定是早上 所以呢 當我進到房間 那個瞬間的時候 那個Sandy她當時正在做什麼 那持續相久的 我們加mg 瞬間的我們加ed 可以不用寫ma 為什麼 因為ma只是提醒那個時間點 不用 好 下一個囉 那會跟壞語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你要搭配過去進一室的時候 我們有會跟壞語來合併 那這個呢 兩個有一點點小小的不一樣 這個線 你看記住我畫的東西 如果今天它是持續的 這裡吧 持續的我們加mg 而且我寫的不好 應該是was 加mg 瞬間的 持續的加mg 所以這裡是瞬間的動作 看清楚喔 瞬間加mg 瞬間加mg 那持續比較久的加什麼 mg 有發現嗎 我紅色的部分 你一樣要塗上去喔 所以你回來的時候 我正在看書 哪一個持續比較久 看書啊 所以我給你的句子 i was really when you came back 有發現嗎 那第二個 當電話響的時候 王太太正在煮飯 哪一個持續比較久 煮飯比較久 煮飯比較久 所以回暗 你可以前後對調啦 我當然可以整個搬到前面去 when the phone rain 你可以前後對調 兩個方式 所以呢第一個 miss wang was cooking when the phone rain 第二種 when the phone rain 動號 miss wang was cooking 所以兩個挑一個用 你喜歡混在前面 你就混閒閒 阿就要動號 你不喜歡混在前面 你要在劇中 就不要動號 好事 就看他會給你大寫小寫 他給你大寫 你就會搬拘手 他只會去給你小寫 你就放劇中 只要記得在劇中不要動號 這樣子就好了 能上了嗎 那要來加油 因為今天我已經要把它上完 所以會有點辛苦 好嗎 好那回去再看好了 然後我跳上完 來第二個 來看這邊 我整個畫圖 我已經畫圖了 當樹德哥哥正在唱歌的時候 他正在音樂 對不起 請問你這兩個動作可不可以同時進行 我再回來上一頁給你看 不要急 你有沒有發現我這裡是不重疊的 一個 我用一方便號 來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在這裡 我一個是reading 可是是這裡一條線 所以我放在這邊 一個是can back 我是這樣的話 可是到了下一頁 看清楚 我這裡有沒有發現是兩條平行線 兩條平行線的意思 就是它可以同時進行 可以同時進行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不會用when 我們用另外一個 叫做wire 對了 所以這個wire 你就要知道 它連接的大部分 都是可以同時進行的 因為它們可以同時進行 所以你就會發現它這兩個 都是安居 所以我要請你們寄一個口號 wire beaver 安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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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re有的後面 一定是be nos 加安居為主 這樣懂我這樣講什麼了嗎 所以wire跟wire 還是會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因為wire通常連接是一個瞬間一個持續 wire是連接兩個都可以同時進行 所以我給你的那兩條線 苏神之旦第一页粉色 同时的时候 苏神的哥哥在唱歌 也是平停线 因为两个可以同时进行 那我们就用坏诺 好,最后 那我们再复习一个 刚刚其实有提到的 换这个字可以放居首 也可以放道具中 两个都可以 所以整个句子 你要改到前面去的时候 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一个概念就好 你会办道具首要小心 多一个什么东西就好了 对,多一个动号 对,找到回来 对,这里 你只要记得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我的句子 你如果懒得写 就写个动号就好了 那记住哦 话友只能连接进行试 它不能连接简单试 什么意思 因为我刚刚讲 话友beavermg 话友beavermg 好 所以简单试就是 只能动词加一滴 对不对 来,这两句 觉得哪一个对哪一个错 因为后面没有动 我是动前面 第一个是对的吗 第一个是错的吗 到底对还是错 来,我们试试看 我刚刚说的 话友beavermg 话友beavermg 请问话友后面 有没有beavermg 没有 所以他对还是错 错啦 所以答案要选 全全是因为他怎么用困 你要不要去前任意留做 所以记住哦 话友是接进行试 它不能接简单试 这里有一个给你做干嘛 的证据 好了 再来我们试试看 第一题 Miss Wang was cleaning the house 哇哟 看到哇哟 刚刚我有一个口诀 要你念的 我念了好多次了 话友 beavermg 所以请你给我beavermg whats mg bring 非常棒 第二题 混 诶 那就不一样了哦 混可不可以连接两个都是mg 比较少 因为他毕竟还是一个瞬间 一个持续 所以当Jason到家的那个当时 其实我已经给你这个字 你应该就不会错了 因为你有whats 外面动词就没得讲 一定要讲什么mg 对啊 所以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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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g的是问 两个都mg的 mhy 好 第三题你也会 话友beavermg 在这里验证一下 话友beavermg 那因为话友可以接两个同时进行 所以另外一个演应该是什么 we were dancing 非常棒 好 第三题 对不起 第四题 这是九十年第二次的那个 计策 Fancy 有会呢 对了 what's the link 第五题 这是九十七年的第二次计策 打案拳 B 非常好 当之前我一直吸收完了吗 有三天给你慢慢消防 不要吐哦 不可以吐哦 可以想要吃烤肉 好 对过去经营师的动词变化 我复习最后一个就好 过去经营师呢 一定是what's work 加上ng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对你们来讲不难啊 是因为今年小过一比较可怕 所以第一个字为是e的 要去e加ng 然后昨天刚好有人误我那个buy 要不要加ng 要不要去y 在这里 字为是y的 要不要去y buy去e 直接加ng 直接加ng 对不起我太快了 直接加ng 所以play要不要去y buy要不要去y 不用 去y只有去y加ies 去y加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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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 就是没有再去y加ig的 ok哦 好来 那单一节这个我们都挑过 在过去经营师的时机 什么时候呢 会用到这个 来 第一个land at the time 都是当时 那as this o'clock 呢 的后面 通常还会再加一个过去的时间点 可以注意一下 所以我们通常不太会跟太长的时间有所用 所以第一句 Jack当时正在家的老师讲话比较多 Jack was talking to your teacher late 是因为 late的关系 第二题我昨天八点正在看电视 叫I was watching tv at 8 o'clock last night 这也是很明确的时间点 必当你今天早上七点 今天今早七点再下雨 我有办法明确的几点 有 所以一定是正在发生 对不对 那天气下雨 我叔叔就会复习 你要把下雨当动词的主词 只有一个 it was raining at 7 o'clock this morning ok哦 要小心哦 不是爱的 I was raining的 怎么有人抄 还有办法操作 所以可是哦 可是哦 我还有一个最后一句话 如果你是瞬间结束的 瞬间结束的动作 你要用过去简单式 什么叫过去简单式 就是动字加 泥滴 非常好 所以我昨天晚上十点到美国的 我到美国是那个瞬间 虽然我有一个过去很明确的时间点 可是它不加暗居啊 对不对 所以瞬间动作呢 所以叫I arrived in America 一间大地方 at一间小地方 所以arrived at the park arrived at home 小地方我们用at 那美国是个国家 大地方 所以请你用in 所以记住这种瞬间的 我们是不加ng的 瞬间不加ng 好 讲ok吗 我太厉害了 刚才켠 刚才是怀疗 她 beste被啊